不僅有千年一遇的說法 甚至河南省水利局還說五千年一遇 如果千年一遇要算到元朝之前 五千年一遇要算到夏商周的夏朝之前 我不知道他們這些數據來自於何處 恐怕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另外實際上這次天災和人禍並存 但是人禍更甚於天災 因為天災說是有暴雨 這個沒錯 在河南省、鄭州、新鄉到處都有暴雨 在其他北京、內蒙古、河北也都出現暴雨 但是人禍很清楚 在河南省這一場有兩件事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長庄水庫泄洪 那沒有預警 早上上午10點半就泄洪 到了晚上才通知 14小時之後才預警 才通知大家 這個泄洪為什麼不告知市民中下層 說這是人禍 另外一個就是5號地鐵線 慘距的集中點 那麼為什麼這個地鐵線沒有停止運行 而且也不開門也不關門 最後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沒人敢拍板 而且是在高峰期繼續運行 到了晚上水突然暴漲 所以如果僅僅是暴雨的話 水會慢慢漲上來 但是對洪水是急咒而至 而且長庄水庫就是隆海線的旁邊 那麼隆海線被沖停咒 很多人困列車 還有一些隧道 一些交通車出現了什麼情況 人們都不得而知 再加上災害發生之後 人們看到的視頻裡 很多人是自救 民眾在互救自救 沒有看見政府軍隊或者是消防隊員 是出現的身影 所有這一切加起來 應該說人禍大為天災